又大家好,我是拜特 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距离男主自杀 还有七天的这么一款国产游戏 这款游戏是一个采取互动小说式进行游玩的一款游戏 在接下来的游戏当中我们将一起来调查这个男主自杀的这个原因 到底这个男主为什么要自杀呢 我们一起在下面的视频当中来播云见我 一起来见证这个自杀的真相 自行车断裂的链条拖在地上发出光浪光浪的声音 虽然声音也不是特别大 但毕竟坏掉的是自己的自行车 初秋缠鸣 混杂的这刺耳又持续不断的声音 此刻正搅拌着我的内心 唉,真懂没 真懂没 我推着我那辆可怜的自行车 心情沉重地走在了这个入夜的乡间道路上 星星铺满了整个天光 我却无心欣赏这般景色 这已经是我这个月第二次遭遇这样的事情了 第一次是在月初 车胎的气被什么人放掉 还有一次啊 有个友人陪我一起推车回家 不至于像这次这么寂寞 但这次啊 说什么也不好意思再让他陪我了 我所就读的连海港高级中学啊 位于PMP的郊外 似乎是为了给港口的人带来人气而盖的学校 我是这所高中二年级三班的学生 担任着班长的事务 从市区到学校啊 就算开个汽车也要半小时 用走的话更久了 至于为什么啊 在这么偏僻的地方读书 因为学费很便宜 这里的考入名牌的概率也不低 物美价廉 好在啊 我只要走到最近的地铁站就够了 只有地铁站 到学校的这段路啊 需要骑自行车的 要我说 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 就是如果 回家太晚 明天单会的PPT就来不及准备了 目前还在市啊 经常教导我要温良功俭让 我自己认为平速行为上应该也没有什么不妥 到底是谁因为什么事 针对了呢 实在想不通 谁会破坏了我的自行车 这个时候 我觉得应该不是小混合啊 如果是小混合的话 他不会连着两次啊 都去搞一个人的自行车 就身边的同学 虽然 我很不愿意这么想啊 但是我觉得 被小 跟我的想法一样啊 被小混合联系两次选为随机上的对象概率太低了 很明显被身边的人针对了 要是知道我的自行车是哪 辆的人 就是谁知道 这个自行车主人的人 就是这个针对他的人 因为啊 一直低着头 思考着 抬起头才发现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周围的景色 开始发生了变化 灰蒙蒙 暗沉沉 潮湿的雾啊 逐渐弥漫开来 周围就像笼罩着一层白沙一样 模糊不清 只有远处信号灯的 数字道具时发出了 朦胧光 晕 在黑暗处若隐若现 好浓的雾啊 好浓的雾啊 慢着 好古怪啊 今晚明明完全没有起雾的迹象 道路边的柳树啊 在雾中呈现 诡异的背影 不规则地摇摆着 冷冰的柳树啊 传来草丛磨砂的细细 酥酥声 野狗吗 在这种地方遇到野狗 应该也算不上什么奇怪的事 先前学校就有过 同学被野狗追着 骚扰的事情发生 学校也一再警告学生 不可以任凭好奇心的驱使 去丛林探险 赶快走吧 我担心着自己也会遭遇同样的事想 加紧步伐往信号丁的方向走去 就在这时 助手 助手 救救我 从道路左侧的树莲 深处传来的虚弱的人生 哪里 我愣了一下 首先怀疑是否是幻听 呃 确实是女人的声音 女性的声音 我没有多想 放下手中的自行车 穿过高过人膝盖的野草 往求救的方向走去 稀稀索索的声音啊 逐渐接近 蝉鸣环绕着 漆黑丛林中 似乎潜伏了人的气息 幽幻的树林 让人不禁心生恐惧 喂 有人吗 我想这么说 但因为不安无助的焦躁感 而喉咙干枯发出了 难以被称为人生的声音 我一步步继续往森林深处走去 眼睛啊逐渐适应了黑暗 一个诡异的人影 在轮廓的月光下 逐渐变得清晰 果然有人在 谁 诡异 突兀 不寻常的红色人影 红色人影手中 拎着形似人类的东西 血腥味道伴随着 灰色粘稠的物 传到鼻子里 使我一阵恶心 胸腔也随之隐隐作痛 随之上就是那个人形模样的物体 以上传来了 我感觉有什么东西落下来 或许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救救我 救救我 那是一个被截取了下半身的人 不对 他的下半身 还连在上半身上 藕断丝连 只不过是 并不是完整的连着的 就算这样 也能发出声音吗 我的膝盖感觉到了一种 致重的痛感 仿佛被什么夺取了力量一般 跪在地上 眼睛里涌出了泪水 蝉鸣声越来越大 无法平复疯狂的心跳 意识到也忽然间变得模糊 我抬起层 朦胧的月中 那个赤红色的背影 拖在发出痛苦 声明的少女 一步步 缓缓地继续朝森林深处走去 一个眨眼 我从噩梦中惊醒 刚刚那是梦吗 黄了黄还不太清楚的脑袋 扫视了一下四周 是自己的房间 没错 好恶心的梦啊 额头上 脸颊上全都是汗水 就连枕头都被汗水淋得禁湿 我捏了一下自己的脸 很痛 确实是现实没有错 这个地方 我必须要纠正一个问题 就是太多 那种所谓的传言说 就是梦中没有这个知觉的 这点是错的 就算是在梦中 也是有知觉这说的 好真实的梦 而且过于恐怖了 我看向窗外 夜已经深了 路上没有一点灯光 天空也漆黑一片 为什么会 做这么恐怖的梦啊 我既没有看恐怖片的爱好 书架上 也没有放着猎奇小说 这类的东西 很快 疲惫感又涌上来 我又铺头倒在了枕头上 睡夜倾斜的同时 另外一个诡异的问题 也浮现在脑海 今天我的自行车到底有没有坏呢 不对 说到底 我到底是怎么回家的 记不清了呀 记不清了 好困 明天再说吧 明天是明天再说 好 过场 还剩六天 刚刚过了一天了 今天是倒数第六天 陶龙 这次的班会PPT 还没准备好吗 这个是准备准备好呢 昨晚太累了 没做呀 没事了 谁都会有这样的时候 别太辛苦自己了 别太辛苦 这是个老师啊 这么好的老师吗 同时也是我们班的班主任 陶龙 哇 陶姐 有这么好的老师 哪还愁 这个PPT不做呀 作为去年才刚从大学毕业的新手教师 今年因为平职的需求 要被任命为了班主任 是这样的 颇有 赶鸭子上下的味道 但这就是我们学校的传统 哇 这个用传统这个字 真的是 我从小学到高中 无论是怎样的班级 都一直担心着班长的职务 一直担任着班长的职务 每次分班后 就有那么一两个 曾经同班过的成学 喜欢让我担任新班级的班长 所以啊 说不定我这个万年班长 工作经验都比 陶老师要多吧 其实呢 发生了突发事件 你也没睡好 我也没睡好 凌晨五点就被喊来学校了 呃 凌晨五点就被喊来学校了 还打了哈气 哇 在我面前打哈气 不过 他刚刚说发生了什么事件 我心突然沉了一下 想起昨晚古怪的梦 张老师 开会说的那个失踪学生 是哪个班的呀 张老师 又蹲出该张老师 开会的时候 不是说了吗 现在还没连上呢 我当时很困嘛 哇 撒娇 真是的 真是的 陶龙啊 嘀咕道 刚刚和陶老师说话的是 陶老师对面一个姓张的中年男教师 是二年级一班的班主任 同时也是我们班的 司 政客 老师 虽然教学成果平平 但据说带的班级从来没出过事 哼 今天我就要打破这个 传统 打破这个 规律 每个人读中学的时候 都正好处于盼力下 很容易做出不理智的事情 在中学里当班主任 没出什么事情 也是一种成绩 学生失踪 是离家出走吗 离家出走吗 可能吧 好像是说前天夜里开始就没有回家 前天夜里 隔了一天才找到学校 也不知道是什么 称职的家长 还有还有 你听说过 连港高书洞这个网站吗 连港高书洞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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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我平时很少上网 那是什么 应该是有点像 我大学时候的表白墙 这样的东西吧 不知道谁 谁私立 私自建立的 表白墙 也对 对你来说还太早了 这就早了吗 等你读大学了就知道了 这从幼儿 语言就开始打基础了 你肯定能上一个 非常不错的大学 大学 虽说也就是两年后的事情 但总感觉很遥远 两年时间很快的 对了 连港高书洞这个网站 如果你有听同学提起的话 记得和我汇报一下 连港高书洞 学生确实需要一个宣泄的窗口 往往这种网站 但学校也是希望 这个窗口是受学校监督的 不为人之的一些事情发生过 然后什么伪装 然后就是匿名在上面留言 是给学生做心理咨询的网站吗 是啊 不过据说 都很负能量 那个网站给出的建议 这种有那种日剧风了 我实在是过于落后时代了吗 总觉得突然听到了很多新 负能量是什么意思 我这男主角连负能量都不知道 负能量就是 陶容竟然依附欲言又止的表情 怂恿自杀 怂恿自杀之类的 之类的 会有人因为被网上的人怂恿 就跑去自杀吗 有的 因为青春期的学生 思想还不成熟 正因为青春期的学生 思想还不成熟 不过韩川你的心理一直都很成熟 毕竟是学生们的榜样嘛 所以他点名了我的心理很成熟 榜样这个词意太重了 肯定是有其他的原因了 榜样 开个玩笑而已吗 哦哟 陶老师的身体啊 微微向我的方向前行 甚至能闻到他身上特有的 枝子花的清香 他似乎想要迫切 知道答案的问题 其实我想问问你 假如你是网站的用户 如果网站实名制 你会反对吗 如果网站实名制 你会反对吗 这里啊 我们就按这个男主的这个性格 开始分析吧 就是我们先来个 不会反对 不会反对 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 因为他完全不懂 这个网站是干什么的 就是也不知道危害啥的 就先来个不会反对 是吧 我也这么认为 实名制的话 如果有学生遇到困难 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 帮助对方解决问题了 我们 我们 因为这个游戏 有很多支线 所以说如果 就是这条 我觉得这个如果影响的话 我们再 再分个批 然后把这个 选个 不要识明治 反正都有很多解决方案 事实上 我已经答应了 校长 接下来会负责 网站上的心理咨询工作 那肯定是你们学校 搞的这个网站 而且你还是个新手教师 所以韩川 可以拜托你 做我的第一个 心理咨询对象吗 第一个 作为心理咨询对象 不是 我心里这么成熟 你拿我做对象 她的眼睛 闪闪发光 似乎完全忘记了 自己刚刚 拒绝过 额外工作的事 不会耽误你很久的 只想要你放学后 一点点时间 我保证 这个老师 这样跟学生说话的吗 好吧 有点不太事 既然陶老师 这么拜托的话 我说这个老师 怎么当上了 那个班主任呢 真的是深藏不露 陶老师的脸上 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微笑 他暂时地朝我点了点头 你真是个 听话的好学生 你真是一个 听话的好学生 那个时候 没有察觉到 陶老师身上 存在着微妙 违和感 然后究竟是什么 很怪 这个老师 有一种 说不出来的感觉 下课零打了 所以麻烦大家了 从今天开始 我们班上 每个同学回家之后 都必须由家长本人 发短信 告知班长 告知班长 这个陷入了 西人道之中 我的手机号码 之后会写在黑板上 这个手机号码 被暴露了 这你还怕别人 不扎你自营车吗 这太容易了 就这种随随便便 就暴露了 就完全就符合 啪 我身后传来了 某人 踢桌子的声音 我不方便 我放学后 有其他事情 五小 五小同学 果然是每个 都不会老实遵守 规矩的五同学 五同学 都信五了 我知道这是个 很麻烦的规定 课本印象 不是 可以克服一下吗 五同学 我知道这是个 很麻烦的规定 可以克服一下吗 有困难的话 可以下课单独找我 可以单独来找我 反正你说要做什么事情 不就是去网络了 男同学 一个不知名的男同学 关你什么事 关你什么事 这个叫五小的学生 是班级里 不安分 因素之夜 他经常会和 学校的小混混 团铁呆在一起 成绩也一直倒数 让人不禁为他的前途担忧 据说他是初中的时候 还是一个不错的孩子 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他 都放学了 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学校管不着 学校管不着 这样态度没问题吗 这样就放学后 会不会去网吧 也显得很可疑 这很明显 什么叫很可疑 他的情绪越来越激动 班上的其他同学 便哄得越来越得劲 然后仿佛是 在逗马戏团的猴子 我虽然和五小部署 但作为班长 也不能继续让这种 不正常的氛围 蔓延下去 该怎么办呢 大家安静一点 现在正在开班会 对不对 毕竟是班长 又骂我了 我可是在帮你啊 我可以继续了吗 我可以继续了吗 不耐烦地拍了拍桌子 五小心中 不甘地安静地下来 然后依旧有一副 忧怨的眼神盯着我 为什么我会被他记恨呢 我还是无法想象 俩人有过事呗 然后班会结束了 正在走廊上走的时候 后背被什么人拍了一下 哟 李钱 是叫李钱吧 是同班的李钱同学 我在班上聊得来的同学 趋势可数 他就是其中一位 你头上这是肿了一块吗 头上肿了一块 头上有个肿包 是撞在那里 别提了 盯着美女看 然后出神撞在了柱子上 你是在演喜剧片吗 好好注意脚底啊 好好注意脚底啊 怎么了 感觉你心情不太好啊 没什么 只是感觉 当班长好像很容易被讨厌 小学和初中的时候 都不会这样 怎么会啊 当班长很酷耶 当班长 放心了 大家应该是怀那种 只顾着自己的心情做事的班长吧 你是那种人吗 我应该不是吧 对吧 其他同学怎么样 我不知道 我可是很崇拜你的 班长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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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完 笑着 他眯起眼睛 又拍了一下我的背 我记得 你好像和吴小时初中同学 哦 他呀 原来你在想他的事情 就算被他针对了 也不用沮丧了 班上大部分人 他都看不顺眼 我记得他爸爸经常喝酒喝的滴水不剩 酒喝光了呢 就会揍他 夏天经常可以看到 他身上亲一块嘴 哦 他被家暴 那他的妈妈呢 离婚了呀 离婚了 担心家庭 但为什么要跟他爸呢 就是他妈完全不要他 只能跟他爸 然后他爸还能要他 他好像和社会黑市里有来往 也有传闻说 他在出卖身体上去金钱 这一下子 信心让这么多 你应该也看到 他叛逆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又给出两个选项 一个是我会注意和他保持距离的 然后我想和吴小好好聊聊 身为班长 对不对 那我们肯定就是往这种方向发展 如果没有任何人愿意引导他 那么我想去试试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果然是我呀 因为没有办法向父亲反击 所以才会伤害自己 墨秋 哇 这个白皙少年 不是 白皙少女是 有一双缺乏感情色彩的眼眸 的少女突然开口 墨秋同学 这么冷不丁的 这是外国人吧 很容易吓到人啊 墨秋是我们同班同学 矮小的身材和均匀的五官给人留下了可爱的印象 看着让人联想到除开的花朵 但同时也是一个非常让人感到奇怪的女生 因为她会说一些让人完全捉摸不透的话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啊 我经常跟她 在什么玩意 我 她开始经常在跟在我后面 一般只要她保持沉默 我都会忘记她的存在 墨秋同学 你是在说吴小吗 伤害自己的同时 也能够伤害到她的父亲 韩同学也是权威的一种象征 吴小 讨厌权威 仅此而已 吴小讨厌权威仅此而已 这么深奥吗 这么深奥 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做不到像你这样分析人的内心 只是她因为这样而讨厌我的话 未免太偏激就舍了 这 不应该啊 这样就讨厌这个男主吗 归根结底权威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我只是普普通通的在帮班级做事而已 就是那种 高人一等的那种感觉啊 在那个吴小眼里 大概是 你们两个 是怎么玩到一起的呀 我也不太清楚 我也很纳门 会很奇怪吗 看起来很奇怪 她呀 已经够奇怪了 而且平时都是一个人静静待着浇花 似乎是不会有朋友的那种人 在那之后啊 这个黎强又迅速地找到了别的话题啊 不再发言的墨秋 则是继续默默地在跟在我们后面 这个墨秋一定是忍者 夕阳从西边的天空中洒了下来啊 把地面染得一片通红 还未遭到这个停车棚 便感觉到了空气啊 似乎有一些异常 我双手插进口袋 看向正悠闲 坐在我车上的那个人 吴小 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吴小又来主动找我 他用图过眼睫毛的眼毛上下打量我 我似乎有一种 或许之前我的自行车的车胎啊 就是被他放掉的感觉 他其实从 我的车上跳下来 眼睛却一直死死地盯着我 是回家后要发短信的事情 是回家后要发短信的事情 你实在不方便 也可以用自己的手机发短信 学校只是想确保放学后 学生们的平安 仅此而已 仅此而已 是有什么话要说吧 是要表白了吗 你很讨厌我吗 是 是吗 如果你有想对我说的 说出来就可以了 今天没有这个心情 以后也可以 我会等着你的 不是这个寒川有点 这个人设有点太好了吧 我解开车锁啊 把车推出来 他并没有阻挡我 而是站在了一边 看我做完这些 用眼角余光看了一眼 吴小 与气势惺惺的态度相反 营养不良的身体啊 被晚风吹得摇摇欲坠 这样迁兮的身子 究竟能承受住多少次 来自酒鬼父亲的家暴呢 我忍不住啊 又看了一会儿 这 心突然仿佛被什么东西 狠狠搅了一下 然后停下了步伐 我其实 我其实 我也 稍微向他走进了几步 不料 他反应 突然激烈了 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他用力把我推开 我的脚被绊了一下 身体失去平衡 倒了下去 第二个过程中 我的头啊 狠狠撞在了柱子上 瞬间我的头 痛得像 跟破裂似的 我忍耐的疼痛啊 睁开眼睛 模模糊的看见了吴小飞奔 逃开的身影 下一秒眼睛 下一秒眼中的世界 直接扭曲起来 意识便吸入了黑暗之中 就是这个男主要经常会 有那种时间跳跃性的那种失忆 是吧 我摇了摇 尚未清醒的脑袋 发现自己正处于学校的医务室 大脑尚未完全从昏迷中清醒 似乎是回忆啊 起往昔梦境 却又无法做到一般意识模糊 窗户没有关 灯也没有开 微风轻浮 让人感到歇喜良意 一位身材端庄 留着古朴样式的短发女生 之后再重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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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剩五天 又来到了教室 第二天我在U室过夜的消息 似乎已在班级里传开了 离前看见我走进教室 立刻凑了上来 早上好 头没事吧 这个关系到啥了呀 这两句话我感觉都没有什么影响 还是很疼 已经没有关系了 谢谢 关心 不要紧的 而且睡在学校 不用赶时间 早上可以睡个懒觉 好 这个男主 其实啊 头还是有点痛 只是没必要让别人担心就是了 我说 是吴小让你受伤的吧 谁说的 大家都这么说 吴小呢 吴小呢 在自己位置上坐着呢 我朝他看了一眼 他正把头埋在 手臂里啊 气氛似乎有些尴尬 我又把视线转过去了 我是知道 在班级里 一旦被戴上了坏学生的帽子 就很难摘下了 坏学生啊 就有个坏学生的样子 大家嘴上不说啊 心里都会这么讲 每个人对不符合自己预期的事情 都发自本能的抵触 坏学生被表扬了 会觉得不自在 好学生被表扬了 会觉得理所当然 事情其实不是那样的 他并不是故意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啊 简单的来说 我也有责任 过于草率的接近他 不知道他已构建起了那么高的心理防线 我如果啊 不有所行动的话 大概五小加班级里的地位 会变得更低吧 我思考着如何回复 这时教师灵 又想起来了 以前预言又指的 回到了座位上 这节课张老师 是上的私证课 张老师啊 这个急忙忙的 把这个交案放在了讲台上 不知为何的表情 看上去十分的严肃 同学们 这节课 老师临时开会 需要改成学生讨论的形式 突然变成了学生们的狂欢节 好耶 然后教师里的男同学 开始发出了这样的声心 我却十分在意 张老师说的会议 因为占了上课时间的会议 很罕见啊 大家以六人为一组 每一个组 选一个我们学过的课题 进行讨论 然后每一个人 每个人写一个一签字的报告 那个谁 韩川 你然后帮我看一下学生 我明白了 张老师安排完分组和课例号 便匆忙离开了教室 因为分组大致是按照座位划分的 所以我和吴晓 离前岸分在了同一组 对了 秋末他也默默地把位置挪到了我的身边 那么 我们要选哪个课题 这个秋末 要不就选合理消费吧 雷干每次休息都买最贵的品牌 他需要好好检讨一下 哇 你这个人好坏心眼啊 我们学校统一制服 能体现个性的地方 只有鞋子了呀 哇 发型不是吗 就你们这些发型还体现不了个性吗 合理消费 姑且当成是一个备选 大家还有什么其他想法吗 选一个好写成报告的课题吧 青春期矛盾心理之类的 我偷瞄了一眼吴晓 他正用手脱着下巴 盯着窗外 不知道有没有听我们说话 看样子似乎也不想参与讨论 选青春期矛盾心理作为课题 吴晓听见 气氛肯定会变得很尴尬吧 选这个 得罪我这个朋友 选这个得罪吴晓 那我就得罪他吧 合理消费 选这个吧 我觉得吧 消费是为了填补内心空虚的一种途径吧 你内心会空虚吗 当然了 内心会空虚吗 没有女朋友 到我们学校是禁止早恋的 班长真严格呢 班长真严格嘞 还有啊 比如说 大家都有的东西 自己没有 不会有一种和社会脱节的感觉吗 所以你这就叫攀比消费啊 金钱方面不算太拮据的人 就算攀比 也不能叫做攀比消费 这时 我的座位被某个人踢了一下 这是最近的第二次了 希望学校桌椅足够结实 吴晓怒气冲冲的站了起来 班级里啊 大家的目光 齐刷刷的看向了吴晓 吴晓 现在是上课时间 吴晓到底要干什么 为什么你们能讨论的这么任务气势啊 吴 什么 我选这个课题 你也这样 抛下一句话后啊 就飞奔了 出了教室 哈 那我选这个青春期的话题 他得直接把我做到地上 你说什么 会惹到他的事情吧 我也觉得还算正常 我觉得啊 优先维持课堂纪律啊 就不精彩 我们选一个精彩的人啊 去追吴晓 就课堂纪律维不维持 也就那样 大家知道吗 在那个没有老师的课堂啊 班长是没有用的 来到走廊 已经不见吴晓的踪影 跑去哪了 寒川 寒川 这个墨秋啊 墨秋 怎么不好好待在教室 我有一些事情想和你说 关于吴晓的 难道说 你和吴晓 地点是靠近连海 党中学的一个村落 往日寂静的村落啊 今日却热闹悲凡 全村的村民啊 都集中到了村中央 一个临时搭建的器材附近 仔细打听之后才知道 原来这是村里某位 刚过世老者的藏 听说只是红白喜宴 却又不像 因为戏台上 站着几乎 几乎 一丝不化 没有人数 在新星脱衣舞表演 这是一副 怎样的盛景 放开我 这个吴晓也接了这笔生意 也在这个脱衣舞 娘当中 然后他似乎啊 被一个当地 吞迷缠住 一副 为难的样子 哇哇哇 我叫你放开我 怎么了 摸一下 摸一小块肉 这什么逻辑 是啊 反正你就是干这行的 再说了 马上 你不就要投光光了吗 对呀对呀 请问你在台上坐吧 这也太狠了吗 直接在台上坐 哇 你干什么 我被村民拦在了台下 怎么看你 还是你喜欢吗 台下的村民见死罚 纷纷起砍 又是鼓掌 又是发笑 他们大概是把当下的状况 当做了特别安排的节目 你们笑什么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有这样的地方 握住我的手 握住我的手 我把手伸过去 五小游越了一下 随机握住了我的手 和我一起离开这里 但是他来这里不是出于五小 这个自愿的那个目的吗 还是说 这有什么东西把它绑到这里 拿着五小的手来到了村庄的另一层 十分安静 村里的人啊 大概都参加那个葬礼了嘛 哇 这个葬礼真的是太隐分了 葬礼的主办方 似乎没有追上来的想法 可能是觉得强行拉走表演者 这件事啊也本身是个乐子 哇 他们这个村庄的习俗真的是牛啊 什么啊你说话啊 抱歉 我不太擅长说话 你不太擅长说话 我知道啊 你这样子做 我今晚的工资就没有了 看来确实是这个五小是那个 主动啊来这个村子里 然后去做这个托衣舞 娘的啊 还惦记着工资 你难道不知道继续待在那里 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知道啊 反正又不是第一次了 你听谁说我在这里的 班上有同学住在邻村 知道你在做这种兼职 为什么葬礼上要请雨生 穿着泳装去表演 太莫名其妙了 太莫名了 很难理解吗 挪戏 玉剧 完北小调 古代开始就这样性质的表演了 因为葬礼本身是一个很接近死亡的地方 所以需要信这样象征生命的东西来平衡 中国文化博大精神 干什么 没 就是 你意外的懂得挺多啊 有点和我印象里不太一样 你这么说太失礼了 你这人还真是 每天都一富气补骨的样子 你家在哪 我开车送你吧 你有驾照 不 其实是自行车 自行车就不是车吗 对吧 你那说法也太容易让人误会了 一般也不会往那方向想吧 我们都还没有到能考驾照的年纪 也许 你是个高考五次失礼的复读生呢 你送我到附近的一个公交站台吧 走吧 五小身后的树下似乎有黑影突然动了一下 我眨了眨眼就啊 那黑影便消失了 是树影吗 怎么了 这么不起来送我吗 不是 可能是我眼花了吧 可能是我眼花了 怎么了 没有 刚刚感觉要掉下去了 你不稳一点啊 你跨过来坐不可以吗 就这个音调啊 就这种说话的调性啊 看起来也不是那种 混过黑社会的样子 笨蛋 穿着裙子怎么跨着坐啊 喂 你别打我啊 这样你真的会掉下去啊 哼 磕了磕了磕了 喂 我想 干嘛 不就 你能不能不要做这种坚持吗 这不就是点情的打情骂俏吗 你能不能不要做这些坚持了 不就坚持你养我啊 不继续做了 你养我吗 这 这里啊 我就选 好啊 我养你 我就选 好啊 我把每个月生活费的一半都给你了 你脑子有毛病吗 你脑子瓦开了呀 我认真的 那你就是脑子真的有毛病 你能一口气拿出一百万吗 他一个月需要一百万 我的爸爸 留下一百万的欠债 人间蒸发了 人间蒸发了 追债的天天骚扰我 拿着大砍刀 把我家门劈开的都有 门都劈开了 轻飘飘的说了一些非常沉重的话 好惨好惨 只会嘴上说些同情话的人我见得太多了 帮不了别人 就别说这些没用的话 公交站就在这附近 把我放下来吧 送了啊 送了 什么都说不出来就滚吧 你这副样子怪蠢的 那明天学校见 明天学校见 要真走啊 难道不应该和我一起等巴士过来吗 啥玩意啊 这女的 所以 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就是 你昨天找我是想说什么 就寒川 不是不是 这个吴晓就是喜欢寒川得了呗 什么都不想说 那 如果你是想向我道歉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完全不用放在心上 我才没有想向你道歉 就把他的话 反过来理解就可以了 只要是人类 就会担心被讨厌 被误解 可能我之前不清楚 但我现在完全知道 吴晓是什么样的人了 所以 没问题 所以没问题吧 我反倒觉得 寒川你是最难理解的人 是吗 在你看来我很难懂 喂 寒川 你昨天和我说 如果遇到问题 随时可以找你 那个还算数对吧 是啊 那 没等吴晓说完 远处突然亮起了灯光 公约车到了 该走了呢 是啊 该走了 明天学校见 明天学校见 笨蛋寒川 笨蛋寒川 吴晓即是我 其实我 能完全理解你的 他隔着窗啊 冲我做了一个鬼脸 今天也挺累了 明天再思考 怎么帮吴晓吧 一定有不需要做 这种兼职的方法的 他暗自下定决心 我暗自下定决心 我目送着巴士走开 不知为何巴士朝向 学校方向显示的 诶那不就是来的方向吗 他就住在学校吗 虽然很古怪 但我这个时候啊 也没有多想 我坐着地铁的 正坐着地铁的时候 这个手机响了 是陶容 陶老师打过来的 糟糕了 约好了今晚放学后 我接受陶老师的心理辅导的 按下了接听键 喂 陶老师 真的很抱歉 事发突然 我没能去您办公室 这些都不重要 附近和我说 他看到你去追吴晓了 你们没遇到什么危险吧 过程算是有惊无险吧 我已经把吴晓送上回去的车了 这样啊 陶老师 还有什么事吗 校长让我明天 为吴晓安排一次心理辅导 但是我并没有把握 是吗 方便的话 今晚去寒川家进行练习可以吗 哇 这个陶容老师说话就这么隐晦的 啊 我们家离得也蛮近的 寒川那里 没问题吧 哇 这个 这个 这个老师啊突如其来来了个家访 真的是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了 我选个 没问题吧 我倒是没什么问题 太突然了 我和陶老师啊在家门口会合了 抱歉 等很久了吧 抱歉等很久了吧 没有 我也刚到 刚到 借着路灯 我看到陶老师的外套 有被学战士的痕迹 刚刚我 家 这里有下过雨吗 每天要从这么远的地方赶到学校 真是辛苦你了 真是辛苦我了 不是这个陶老师脖子上戴的真的是 这个陶老师真的就是心思够多了 陶老师的话打断了我的思考 我发呆 发呆把客人晾在家门口实在是太失礼了 我慌忙带陶龙 我现在已经开始称呼陶龙了 老师都不称呼了 这就是你家吗 和想象中一样呢 和想象中一样啊 那当然 家和主人的个性息息相关 韩川同学 你本人冷静 体贴 又富有责任感 因此你的家里 一定也是被打理的紧紧有条的 在来之前我就这样想 这可真让人不好意思 陶龙在我的房间里啊 参观着 随后他在书架上 停了下脚步 踮起脚筋啊 从最顶格的书架上拿了一本书 梦的解析 弗洛伊德 你 谈不上喜欢 只是觉得他的观点有趣吧 很有趣 然后 典策书架上的书啊 很少去翻阅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对这本书啊 当中一句话 印象深刻 梦是一个人 与自己内心的真实对话 是自己向自己学习的过程 是另外一次 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人生 一边想着我竟然脱颖而出 你做过什么有趣的梦吗 心理辅导已经开始了吗 放轻松 你就当做是普通的闲聊好了 放轻松 或许是因为 记住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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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剩四天 我们离这个男主自杀越来越近了 拉开窗户 天已经亮了 又是新的一天 陶老师已经离开了 桌边上有一张便利贴 下来看是陶老师的留言 早上有早餐 啊桌上有早餐 你在微波炉热一下再去 不是大家 这个往深处想了没 这个陶老师怎么会 就直接留了早餐呢 这一般不是那个 之后才发生的事吗 吃着热腾腾的早餐 感受着培根和鸡蛋的口味 在我口中化开 我的眼眶微微发酸 我已经不记得了 有多少次没有在家吃过饭了 又来到了地铁站 是我们以前通行的一部分 从炉石到圆角 然后每次出展 都有黄珠格式的挫着 每天的地铁通勤时间 我都有用来回忆昨天 课上的内容 不过偶尔累的时候 我可能会在地铁上学校 其实我也比较健忘 其实我也比较健忘 如果不及时复习的话 是很难跟上每天授课的 学生和老师 对班长会有一种 他很聪明的预期 其实要归纳聪明也不聪明 我肯定会被归纳为不聪明的那一类吧 太装了 为了使自己的存在 符合周围人的预期 活得会很累 然后最初被选为班长的理由 现在想想 确实有些让人发笑呢 我刚入小学的时候 是班上唯一一个没有哭闹的孩子 就被选为班长了吗 其实只是相比其他小孩子 没有要与父母分离的感受罢了 今天脑子里 怎么也思考不了学习的事情 我想周警派怎么办 满脑子里都是你 所以说这个付钱欠下的钱 法律上应该是不需要他来还的 但是啊 债被定了 是不会管这些 但是要债的 肯定不会管这些的 只能升取助学金贷款了 但是欠款有100多万 助学金抵消的部分 也不过是杯 杯水车薪 虽然形式化了 但欠款仍然是欠款 吴小珍的好坚强 如果是他恐怕早 我如果是他恐怕早就崩溃了 干脆啊 让他先住在我家躲一阵子 我这里有找到可以啊 不行不行 我在想什么 确实是个难题啊 你说吴小来我家住了 陶容怎么办 陶容还能来我家 这不是班长吗 早上好啊 怎么搞的 今天是你骑晚了 还是我骑早了 我骑晚了 然后我们在这里又遇到了这个离前 然后说明现在离迟到也只有一步之遥了 必须抓紧时间了 你干嘛把车停这么里面 拿的时候不太方便吧 解释起来可能会比较麻烦 很麻烦啊 昨晚真的是 这些量非常丰富的一碗 小毛 蹲下去去开始逗猫了 现在没时间逗猫了 现在没时间逗猫了 快迟到了 有什么关系嘛 没事的没事 迟到不太好啊 放心放心 我知道进路 不会迟到的 小花小花 来 这个黎同学随身带猫粮的 你怎么知道她的名字 学校里每一只猫的名字 我都知道 你自己起的吗 不然学校会起官方名字吗 猫儿很神秘 这就记忆力好了 你看她的表情 完全猜不出她在想什么吧 我对这种的 就很喜欢 好了 把吃的倒在这里就行了 接下来 就让她慢慢吃吧 离上课就剩五分钟了 离上课就剩五分钟了 还走呢 来 我带你抄近路 你来带路吧 又抄起近路来了 以前说的抄近路就是横穿操场 这路怎么给封了 真的 贴上了封条 喂 你们两个别过来 一个穿警察制服的男人 挡在了我们的面前 你们两个是这里的学生吗 是的 发生那个什么事件了吗 我们只是想从这里路过而已 这里不许走了 你们从其他路走吧 警察都来了 没办法 还是走原路吧 这里一定出事了 昨晚死了人 对吧 阿门警 门边的刑警大叔露出了不耐烦的表情 不好 不能再盯着看了 谁啊 谁死了 怎么了嘛 黎干 他叫黎干 哦 没什么 就是 我这辈子第一次和刑警说话 这不是乾隆的钱吗 糟了 要迟到了 快 是啊 的确 你还记得我们学校去年发生的一起失踪案件吗 高一的时候吗 那一年去时日发生过一些失踪案件 但是我也听说了失踪 学生的家庭欠了很多钱 被别人追债 所以连夜逃离了连海 最近的一连串事件 很容易让人想到去年的事情吧 嗯 或许吧 我其实啊并不感兴趣就是了 啊啊啊啊啊 好像不小心聊太多了 要跑着去教室了 这肯定迟到了呀 一节是陶老师的英语课 感恩上了 同学们 我有些事想说一下 学校的操场 现在被封锁起来了 今天的体育课和广播操都被取消了 要是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希望大家不要往操场跑 老师我看到很多警察 是不是吴晓啊 那个是学校里 吴晓死了吗 陶老师啊没有回答他 还有就是 陶老师啊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还有就是 大家把昨天 就是吴晓了呀 和吴晓接触的情况 接下来 和警察汇报一下 希望大家 这个时候这个 韩川应该疯了吧 和吴晓的接触情况 和警察汇报 陶老师说着说着说着 支撑不住了 扶着讲台啊 蹲了下来 好像是哭了 吴晓好像确实不在了 本来他 本来因为他经常会 跳第一节课 所以我已经习以为常了 难道吴晓他 老师你没事吧 老师你没事吧 我没事了 不是这个 谢谢你 陶龙 虽然是 学生 这样离奇的死掉 确实很难过 但是 有这么难过吗 警察询问之后 我被老师叫来了办公室 杭川 你好冷静啊 感觉你比我更像个大人 不像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不 只是 现在还不能确定 尸体就是无晓的 据说尸体被损坏得 无法辨认了吧 虽然我在上岗前 就听说连海市场 发生刑事案件 但没想到 这种事有一天 会发生在自己身边 嗯 确实 我能理解你的感受 而且 你似乎是最后一个见到无晓的人 嗯 我已经和警察说了 当时我确实感到有些奇怪 尤其是 她坐上了 驶向反方向的巴士的时候 我很后悔 当时没有细想 没事 你也不要太自责了 谁也想不到会发生这种事 这次的事件 如果有记者来问 千万不能透露给她们 目前学校 还是想维持日常秩序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 我真的没什么上课的动力 对了 韩川 你知道我上次让你帮忙整理的 贫困生资料册在哪儿吗 我记得整理完后就交给你了 你那边没有吗 是啊 奇怪了 我记得你没有给我 喂 陶老师 我可以进来吗 可以 请进 这是那个短发的 对啊 韩川军也在吗 韩川军也在 啊 福静 你是 不知为何 陶龙露出了一言难尽的表情 她是前天在我梦中见到的女生 福静 选第二个 福静 你好 老师 我来是向您还上次学生会借用的 贫困生资料册的 哦 原来是学生会借用的 我说怎么一直找不到 因为上面临时抽查 当时您不在 我就直接借用了 没给您添麻烦吧 没有没有 本来就是我应该早点做完交上去的东西 嗯 有一些地方填写格式有问题 我额外加了张纸注视了一下 希望下次提交的时候 可以一并修改 啊 明白了 那么 这里就先告辞了 对了 今天有空的话 来学生会办公室找我吧 韩川军 让我去办公室找他 有东西想给你看一下呢 看啥东西啊 头疼了 五小的资料该怎么处理呢 这个第一句有意义吗 我想这个吧 福建和学生会有什么关系吗 福建和学生会有什么关系吗 就是学生会的吧 你在开玩笑吗 哦 是学生会的主席 现在他已经拿到宝座名额了 说是班里最耀眼的学生也不会过 啊 头疼了 五小的资料注销需要家长签字 韩川 可以请你周六陪我去一趟五小家吗 一方面是为了注销五小的资料 另一方面也是去安抚五小家人情绪 我第一次要见到这个班长 需要陪着这个班主任一起去的 哈 那天我察觉了五小的不对劲啊 或许就能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但是我觉得就是那个 韩川在那个送那个五小去上公交车之前 那个韩 那个五小不是说 就是遇到什么事情去找他吗 就感觉这个五小至少一定不是自杀吧 怀着这种愧疚之心的我 真的能安抚到五小的家人的情形 那 这个 先交给你保管了 啥东西啊 陈甸甸的东西放在我手上 哦 那个 资料策 这件事不是你的错 韩川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做得很好了吧 新华愧疚的话 就帮我保管这本资料策吧 奇怪的歪理 你就帮我保管一下嘛 靠谱的班长同学 毕竟刚才 如果不是福建同学告诉我 我还以为自己把它弄丢了 韩川肯定很吃这一套啊 虽然我觉得有点怕怕的 但韩川同学呢 你认为福建同学是个怎样的人 认为他是个怎样的人 但是我对这个福建非常不了解 那我就选个第一个吧 他很优秀 这个优秀的让人有些害怕 我选第二个 对吧 你也这样想吧 啥啊 我一点都不这么想 我完全不知道 来到了走廊 发现这个黎盖 正站在这个教师的办公室附近 哦 看到我走出来 他吓了一跳 找我有什么事吗 找我有什么事吗 你那边也结束了吗 是啊 警察的询问是按照学号顺序进行的 我比这个黎同学更快的结束 你觉得今天发现的尸体 会是无小的吗 不确定 比起这个 这件事还是不要在学校里讨论的好 啊 为啥啊 因为会在学校里引起恐慌啊 喂 你难道一点都不关心吗 就算关心也改变不了什么 我不是警察 我不是侦探 假装很诚实很诚实 怎么这样 这也太无情了 抱歉 有人死掉了呀 而且可能是同班同学呀 抱歉是我处理的不够好 处理的不够好 你每次都是 只管一个劲抱歉啊 抱歉有什么用呢 抱歉有什么用啊 抱歉有用的话 要警察干什么呀 这个地方啊 我选择这个 你和其他同学 有那么关心无小吗 我还不知道呢 你和其他同学 平时有这么关心无小吗 难道不是把它当成一个 游离在机体外的什么脏东西吗 你 就只有我 你说什么 只有我寒川一直在开导的 你 其实根本不了解无小吧 你根本不了解 你还说我 没什么事情我先走了 今天咱俩这个友情就到此了啊 韩川为黎同学的友情 画上了记号 放学后来到协生会办公室啊 被成员告知附近正在办公室外的花坛浇水 好骂啊 韩川君 好骂啊 韩川君 好骂啊 还说得过来 是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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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不要出这个选项啊 让我想选一下 回家的路上 为什么你还跟着我呢 像小动我一样 微微发抖 难道今天的事 对他来说真的那么可怕吗 哎 我明白了 你还是跟我来吧 我今天睡镜台好了 水游秋也不算太了 实在不行 开着空调用夏季的毛毯 应该也可以奏合用 谢谢 谢谢